他是现实中的小矮人 30岁的年纪却拥有3C的身高 然而生活不是童话 可爱的外表给芬八带来很多哭闹 回家路上遇见调皮的熊孩子 他们大声嘲笑 回应只会招来更多的戏弄 芬八装作没听见到小商店购物 刚刚打开冰箱便听到老板娘的叫喊 显然把他当作马戏团的小丑兜着玩 芬八坚强地抿起嘴巴 才忍住没发火 竟然小超市服务态度恶劣 到大超市购物总可以吧 然而他的身高不及收银台 呼叫结账 收银员却看不见他 其他顾客好心提醒 收银员才皱着眉头道歉 心情郁闷的芬八 沿着铁轨三心 又遭到小女孩的尾随 对方学习芬八 双手插兜 一摇一摆地走路 却在芬八回头的时候 吓得跑着逃走 不管是过多的关注 还是有意无意地忽视 是恶意地戏弄 还是可笑的畏惧 都是芬八的困扰 因为这副诸如身材 芬八从小就生活在他人异样的眼光中 所以他最渴望普通的生活 但现实往往不尽人意 所以大部分时间 芬八喜欢静静地看书 研究各种各样的火车 他曾经是个火车管理员 现在在小杂货店打工 杂货店的老板 是芬八最好的朋友 两人经常一起喝酒谈心 本以为两个孤独的灵魂会相伴走过余生 然而有一天 芬八听到一声巨响 偶有突发心脏病与世长辞 他将自己的遗产留给芬八 杂货铺由于市政规划面临拆迁 但在远郊 还有一块紧靠火车站的地皮 那里有个小破房子 可以成为芬八的牺牲之所 这里远离城市 由于长期无人居住而变得破败不堪 但背后就是芬八最爱的火车轨道 周围是茂密的树林和湾区的石子路 芬八还算满意 因为这里有太栖息的宁静 他扯掉满是灰尘的床单 窝在沙发上度过了漆黑的一晚 当窗户被阳光照亮 芬八被一阵稀稀疏疏的声音吵醒 路口出现了一个快餐车 芬八上前询问 附近哪里有商店 没想到小贩是个热情的画廊 不但嘴巴喋喋不休 还请芬八留下来多坐一会儿 却被芬八无情拒绝 他这几天还要忙着修房子呢 然而芬八绝对想不到 买工具的路上会遇见一个奇葩的女人 女司机开车真可怕 这个女人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车子在乡间小路上歪歪扭扭 丝毫没注意到 前方有个左躲右臂的小矮人 女人嗷嗷叫着 朝小矮人摔倒的地方冲过去 结果还没碰到小矮人 自己先摔了个屁股堆 这笨主的样子也是没谁了 芬八小人有大量 不跟女人计较 没想到回家路上没开二度 女人慌忙跳车道歉 解释原因 她这次看见芬八了 还试图放下咖啡 好好开车 没想到紧张的手抖 滚烫的咖啡也撒在大腿上 疼痛难忍 所以车子才会再次失控 女人试图扶芬八起来 但芬八惊恐地伸出大手 我来个乖乖 这么猛的女人谁敢招惹 芬八只想离她越远越好 没想到女人为了道歉 竟然找到芬八家中 晚上芬八正就着煤油灯研究小火车 却听到一阵敲门声响 瞬间感觉脊背发凉 这荒郊野岭的 她在此地无亲无故 来者到底是歹徒还是恶鬼 芬八壮着胆子打开房门 竟然是女人带着礼品 满怀歉意地站在门口 女人说她从快餐车小贩那里 打听到芬八在这里住 特意前来道歉 尽管芬八由于诸如身材 常年被人歧视 不喜欢和人打交道 但得饶人处且饶人 就把女人放进来了 结果这个女人 这就是冤家路窄吗 芬八别过头不忍之事 只想赶紧送走这个摘星 没想到女人却借着两口小酒 说出了自己的过往 女人名叫玛丽 因为爱子意外离世 离开了原来的生活环境 躲在这里治愈伤痛 芬八一阵沉默 她和玛丽一样 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只不过 她失去的是最好的朋友 因为感同身受 所以芬八留醉酒的玛丽 在小屋住了一晚 这件事成了画老小范眼中的大新闻 因为小范喜欢玛丽 却连画都搭不上 而芬八认识第一天 就把她留下过夜了 小范把芬八当成崇拜对象 每天跟在屁股后面 学习胖妹技巧 然而芬八的日常生活就是 看书散步看火车 芬八沉默寡言 悉字如今 每句话很难超过三个字 但小范这么画老的人 既然能坚持陪伴 着实也是够无聊的 相比快餐车上孤独的等待 还是跟在芬八身边更有气些 小范的努力很快有了结果 这一天 两人在半路遇见玛丽 借芬八的东风 小范成功坐上玛丽的车 并开心地表示 要让两人尝尝她的秘制小汉堡 芬想用食物拉近关系 没想到小范刚刚坐好 便接到老八的亲钱电话 匆匆离去 剩下芬八和玛丽 两人有些尴尬 他们默契地约定 谁说朋友就要无话不谈 对于这群孤独患者而言 他们需要的仅仅是陪伴 芬八有个做火车猎人的梦想 所谓火车猎人 就是开车追着火车拍摄 然后制作录像视频 分享或者留念 但是贫穷和孤独 成为限制芬八的两个阻碍 芬八回家之后 发现门口多了一台摄像机 这是玛丽提供的赞助 从此 在铁轨散步的两个人 变成了三个人 他们共同寻找合适的拍摄地点 坐在红色的高架桥上 脚底是绿汪汪的水 头顶是蓝阴阴的天 时光变得安静而又美好 但那些存在着的伤害 依然存在 只不过深深地埋在心底 玛丽一边揉脚搏 一边看小范和儿童嬉闹 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 芬八明白 她又想起了死去的儿子 为了让玛丽走出悲伤 芬八和小范决定 早日执行火车猎人的计划 他们追逐火车 兴奋地大喊大叫 从未如此开心 然后拿到玛丽的大房子里观看 长勺这种事非小范莫属 而芬八和玛丽坐在湖边闲聊 玛丽问芬八 你为什么要来到这里 向来沉默寡言的芬八 竟然开起了玩笑 她说 不知不觉 她已被小范之意 沾着窝在沙发上 吃着小范之作的食物 观看粗糙的录像 他们不是家人 也没有恋爱关系 却浑然一体 是陪伴彼此的铁三角 小范喝醉了 玛丽放心地让二人在家中留宿 这种信任感满满的友情来之不易 但很快就会被打破 因为玛丽的前夫来了 男人躺在铁轨上 火车急速驶来 她却露出了疯狂而又释怀的微笑 这个男人就是芬八 已经三十年纪 身高却仅有一米三 因为诸如身材 生活中备受歧视 养成了孤僻的性格 好友死后 她一个人来到僻静的乡下 住在废弃的老火车站中 并和快餐车小贩 和女画家玛丽结为好友 三人互相扶持 互相陪伴 生活还算安逸 但一场意外 打破了这组黄金铁三角 自从玛丽的丈夫出现 玛丽再也没有加入过三人的集体活动 偶尔在半路遇见 也装作视而不见 芬八和小范商议 想个办法 挽回这段来之不易的友情 然而 当天晚上 小范却爽约了 芬八苦苦等待 结果等到了图书馆的管理员 两人结有一面之缘 这个女孩却对芬八的印象不错 她对芬八说 我怀孕了 芬八当时脑瓜子嗡嗡的 还好女孩又补充道 这个孩子是她男朋友的 见女孩心情不好 芬八想要做好事 陪她走走 直至刚出门 就碰见女孩的男朋友 对方朝女孩大打出手 芬八有心阻止 却被指着鼻子骂 男人说的没错 芬八被迫夹着尾巴 灰溜溜离开 自尊心却大受伤害 她仿佛回到了从前 被指指点点 歧视鄙夷的日子 若非小范爽约 她也不会被如此羞辱 所以 次日小范出现的时候 芬八愤怒的大吼 小范显然很伤心 黄金三人组就此彻底分崩离析 芬八站在火车顶上 这是她能到达的最高的位置 然而高处不胜寒 她静静环顾四周 竟然感觉难过和忽忌 再也不会有人陪她看火车 也再也不会有人在她耳边叠叠不休 可是 如果去道歉的话 芬八又摸不开面子 现在 芬八只能独自完成挽回玛丽的计划 芬八每天在大树下蹲守 终于看到了玛丽的身影 对方情绪崩溃地打电话 芬八试图走过去安慰 却遭到驱赶 冰冷的语言 比小范无声的爽约更加上人心 仿佛她信仰的友谊 只是一场笑话 芬八的酒馆买醉 周围人却对她的身材直指点点 甚至有两个过分的家伙 点了杯饮料 让芬八表演 过去和愤怒 冲昏了芬八的脑壳 可笑的是 尽管她站在桌子上 仍没有周围的正常人高 芬八醉醺醺醺地跌倒在铁柜上 火车迎面急驰而来 她却露出了疯狂而又释怀的微笑 然而火车从头顶跑过 芬八却因为身材瘦小 没能死成 劫后余生的芬八仿佛想通了 她再次找到玛丽 却发现玛丽倒在地板上 这次 玛丽误咽着说出实情 原来她的前夫还有一个孩子 并试图和玛丽重归于好 但是玛丽明白 在她心中 这个私生子 无论如何也代替不了她的亲生儿子 再加上得知前夫的背叛 一时想不通 选择了亲生 若非芬八回头 她可能将会永远失去玛丽这个朋友 有什么比朋友和陪伴更加重要的呢 想到此处 芬八放下面子 拨通了小范儿的电话 真诚的道歉 二人合力把玛丽送进医院 而芬八也就此正视自己的缺陷 因为玛丽和小范儿 已经弥补了她内心的缺口 重归于好的三人 并排坐在玛丽的客厅中聊天 以后会发生什么 谁也不知道 但他们的友谊 将永远存在下去